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主公 大主公的话,看他选第一排还是选第二排了,对不对 那么他选择了一个无意 这个家伙你要说要好玩的话好玩 但是呢,要把被打死也极有可能 看这局能不能遇到包养 比如说这个老西跳一个钟,给我们加一下防御 或者说也可以包养我们,补牌嘛 对吧,那么他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铁锁针对的是两个正好耗牌牛的 像我们这种吊丝牛,它偏稳定 并且就是稳定也不是很强的那种 吊丝牛,很怕这种耗牌的 所以说就直接绑了一下 当然也没有无脑的双杀 如果你要无脑的双杀,必须得先奔杀 对吧,奔一奔二奔杀,奔杀是全品 然后再出杀 就相当于杀之前就要出三张 而不是第三张出杀就能那个的 所以说这个没有强行 该存的存 那么左辞的话一个所谓的南蛮 看能不能打出一个花来 哎呀嘛,第一个那个叫啥啊 第一个筹策就判定一个桃配合天度 这还可以啊,毕竟把牌给我们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是吧 还不错,这个老西估计靠谱 哎呀,我就凭他这个桃我就觉得有点靠谱 那么王允的话,用老夫洗洗尸量 行吧,那你还送我们一把刀 你说刀没用,那不一定哦 我们这个刀可以配合奔一次,对不对 奔袭一次,然后奔一次 说不定那个刀还Q姐妹子 所以那个王党的话是直接跳一个大钟啊 听话的,因为他跳钟的的话 他有过牌,他跳反对的话 几下把我们搞得差不多了 对吧,你看那一下子靠别人三个 这个的话应该是所谓的远位的那种内奸呀 什么之类的中类嘛,对吧 那就很正常了 徐氏上来给我们问卦,不代表他什么身份 现在才是正八斤的跳反 欲险破敌,所在皆可 那么如此一来,刘峰果然是反贼啊 但刘峰如果是反贼的话 注意我们可以消他的利啊 如果断杀了以后消他的利 并且在这个消利之前 如果达到奔全平的话 这个地方依然是需要奔山 那么我们是可以那个直接用利杀牛峰以外 再杀一个人的 但是要求先奔山啊 先奔山,看奔不奔得到 这轮续了一个火弓 还有这一个刀可以奔一奔按 再用一个过穿 可以啊,这一波不亏的 火弓直接 哎呦 你这破火弓你还留着下一轮 那你排会越来越少的又舍不得排 那你咋不想一下你如果双杀的话是可以多Q奸呀 你杀许子还能Q奸呀 你看你存一个火弓你赚到了吗 每次我很好的建议总是有人不喜欢金 是吧 你南蛮那个杀不存的我没说你啥 因为有利所以我可以不用存这一张杀 对不对 你这搞的太让已经失望了 来他拿走了一个七宝刀 一个七宝刀 七宝刀的话是在亡允存在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 这样一来的话就没有青钢剑了啊 这一副牌就没有青钢剑了 改为了七宝刀 行吗 当然也不一定用得到 提醒一下 那么 哎呦 一杀一万剑 还是可以的 但是老戏如果不死的话 战斗力就更强了 如果死的话就有点 亡囊也要再掉一只鞋呀 饿力个乖乖 妹 这关羽还逃跑 你再打点固点再跑 这跑的真的是 把个蛋摊子交给我们了啊 这么好的局势 对不对 这么好的局势 就把蛋摊子交给我们了 哎呀 差评 给他个差评啊 给他个差评 恭喜参军 手盗勤来 这就是必须已经在发动技能 那关羽已经逃跑了 你还削关羽 你是不是觉得你没用啊 你觉得没用 我们觉得有用好不好 那么 打一个幌子 一个九 这就可以双杀了吧 奔一奔岸 奔岸就可以双杀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是 他还把刘峰的力留着 怕下一轮断杀还是砸的 不要这么自信啊 你留着干啥 你打死他嘛 对不对 你肯定不知道 肯定不是说你忘记你这个玩意儿 因为你曾经消过他的力 这一次怎么都消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 他这个关羽 虽然说是逃跑 但是他卡距离 所以我们如果不奔一的话 还不能那个啊 用决斗 奔一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双杀了 对不对 就在 就后面整个就两个敌人 别残了也残 那你能不能双杀可能是自观性的 对不对 能双杀就就就就就便宜很多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走此一来的话 徐氏你就不禁销了 就不禁销了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一整局下来啊 可能是因为反贼太弱 还是咋回事 江面其实不错啊 但刘峰对我们有点 有一点点那个 他虽然说能销我们的牌啊 但是呢 他得挨我们的刀 嗯 不知道咋回事 反正就是反贼 连我们都没打下来 你说忠诚太强嘛 那什么老戏啊 死的还是比较直接的 对吧 又没说太拖你们反贼 那个那个关羽还直接逃跑 王朗也虽然说前期有一定的战斗力 后来也被你们推垮了 所以说这个反贼可能差一点火候吧 有可能也是差一点运气 都有可能 那么这局的话反贼 你不要给我差一点运气了啊 因为我们自己是反贼了 那么配合主持者光范 应该这局反贼 不会是像上一局那个命运了啊 金香之地 固若金汤 他如果自首的话 他是没有中式的啊 只能调整牌 但是不能存牌 所以他还不如多存两张 直接第一轮一个中式过来 还可以 那么四爸的话 直接一个大喊天下 标到十几张牌 然后好像胡适蓝蓝 狼村胡艳的啊 就直接就这么朝着下家去砍 去削了啊 去管你张了什么身份了 哼 拿来吧 拿来了 哎呀 我去的张了被针对的狠呢 这一局有夏侯树的话 我们需要提醒一下这个 你的立战跟夏侯树的乔石啊 乔石是其他角色 结束阶段 我们的立战 是我们的回合结束时 这有问题啊 有问题 咱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反正online的不规范吧 引起的 注意啊 我们的技能在后边的 你发现没有 回合结束时是在结束阶段后边的 但是online上是从时机的 你记到这个就行了 可能是哪个地方描述没有更改 也有可能就是结算错误 反正你要按按照这个结算来就对了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就直接 注意啊 我们的时机在前啊 其实他的技能时机在前 但是online结算是错的 所以说你就按照我们是从时机的来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每一次发牌的时候 你就数着点发 数着点发啊 不是说五脑的受伤的 这也就全发了 你要数着乔石去发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无限什么的都是赢家的啊 当然是左辞的 其实 你干啥呀 心才这么大的一个忠诚 上天去吧 你上天去吧 是吧 最好能腾飞起来 那当然这个也救不了他 救不了他呢 这简而简得太快了啊 这简而简得太快了 并且孙坚这个家伙 他有猥琐属性 所以说你一直半会儿 不能直接把他捅倒 所以这是一个赛的消息 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sad啊 赛的消息 所以这非常赛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拉拢一下内奸 至少可以把这个心才给他怼死 可以把他空死 他的实力不比他差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 这么就只能慢慢的自求多福了啊 要不这个闪电 看能不能帮一手 行吗 这个闪电看能不能帮一手 赶军一回顾 师君朝雨暮 哎 包养我们 注意夏侯师是二 你想清楚啊 夏侯师是二 说不定如果我们满手牌过的话 我们可以不给自己发 只给他发 这样一来他乔死一人一张 相当于他能多一张 你如果只给自己发 他就不能有牌了 你看这个地方啊 给他两发 然后乔死 这相当于我们两个人累计是三张牌的 对不对 如果你五老的按照你的技能 两个人都发 两个人都发不能乔死了 我们两个人是两张牌 不一样的啊 那么 这一轮也别说啥了 袁树你再打一轮功了 我估计他也快不行了 心才还有一堆牌 说不定把他削下去 不要随便卖啊 我们的鞋比较值钱的 袁树你再打一轮功 争取把这个心惨 给他看一看 削一削 然后能 也就这样了 一张杀不敢出 行吧 嗯 关键是夏侯氏也缠了 你发现了没 夏侯氏也缠了 然后元素又不敢打工 这搞得就很被动了 就很被动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哎呀 他看着他有一张伞 元素去挡刀了 那么夏侯的话 看你这一轮争取 给我们发两张牌 我们看能不能输出一波 这个牌很 切个乐 然后给他发一张 然后他给我们一人一张 三张牌 夜火联听 拆闪电吗 那可不让你拆啊 这闪电可是我们的输出的一个 是吧 就指望着这个输出了啊 他绝对不会去拆乐的 因为乐不重要 乐又不影响音魂 又不影响输出 但那个闪电是影响输出的 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啊 这个无邪也比较关键 肯定是不能让你拆闪电的 你拆闪电我拿什么输出啊 对不对 难免输出也不够啊 速度也赶不上的 是不是 那这么一来的话 就是时机一到 反手为攻 这个是反手为攻的时候了啊 那么柔此一来的话 司君朝雨暮 好 那让我们来 航无言人 百战不大 桃子给你扒掉 让你个鬼娃 刚刚不直接吃桃 还出闪 啥想的 你手上的牌 肯定是被我们委会掉的啊 我还给你再打一轮 让你们打死我 我这一轮肯定要委会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关键的时候 要输出能输出 要控牌能控牌 主要是这局 跟这个夏侯市的牌 好好的过了一轮 好好的过了一局牌啊 好好的过了一局牌 所以说这个牌过的 还是比较值得的啊 比较值得的 那么这一局 ADD局的话 我们选择了一个 确切的讲是 他选了一个袁绍 我们选择了一个教主 不能光说 我们选了一个教主啊 那么两个伞出十 应该来讲 还是能把他 给他打个差不多吧 是吧 不说一定打死 打个差不多 应该可以吧 来 咱们先来跳一个身份 要不呼风唤人 取雷测电 成为黄奸之师的祭品吧 哎呀我去 这个地方判草花 我们不回血啊 我们不回血 嗯 虽然说雷了他一滴血啊 但是我们换回一张伞 也是不亏的 咱们故意卖一下 没用 当然有没有伞 反正他都怼你了 那无所谓了 你再怼我们 我们就再拉回伞 伞接伞 搞不定你 对不对 来个吧 呼风唤人 取雷测电 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你又是一个草花 挺没劲的 挺没劲的 但是至少我们的血线 撑起来了 是吧 第一个草花不回血 但是后边我们的草花还回血了 所以说应该也不是很费啊 应该也不是很费 那么该掉血掉血 反正把主攻搞到一滴血了 然后你周泰撬了一个反对 又肯定死不掉 会有我们反手围攻的时候啊 就跟上一句一样 早晚会有一个反手围攻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反手围攻的一个时机了 同志们 下把劲了 此来驱虎打狼之计 你随便拆 拆一张我变两张 怕你 驱虎你随便驱 反正呢 是吧 又不打我们 你只能打左或者右 来吧 丙将军 逼逼看 谁杀鸡更多 呼风坏雨 去雷测电 这一下应该是彻底的要命了吧 这个应该是彻底的要命了吧 你说这个地方 主攻给他路给他开这么好 鱼没剪下来 他是一个内天的都没剪下来 他如果排好一点的话 他有可能剪下来的 比如说来几个A把朝昂坑这个教主给他 是吧 搞下去 结果你就是差一点火候 然后就是被我们杰族先登 就是被我们呼风唤雨 所以说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今天的视频已经结束了啊 那么推荐大家关注张坤三国杀直播 赞旗直播平台 搜索湖北张坤2018 好的 谢谢大家